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微信通讯社6月20日报道,莫斯科大学亚卑学院副院长安德利卡尔涅耶夫就此事指出,有一点很清楚,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得十分谨慎,说明安倍晋三政府愿意同北京改善关系。 这位中国问题专家说,最重要的是,安倍晋三不想重演克朗普提供的剧本,利用台湾问题向中国施压,两家日本公司修改对台湾地区的标注,不仅仅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。 这首先说明他们不愿进入政治游戏。 安德利卡尔涅耶夫说,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江月春认为,日本公司的做法完全符合当前中日关系的积极发展态势。 江月春说,为确保这种大事的不断发展,就要避免双方在某些敏感问题上出现摩擦,比如,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,这是长期存在的,且日方目前还是比较慎重的。 还有台湾问题,尽管日本曾有触碰中方底线的举动,但是今年以来,日本还是为了保持两国关系发展的良好势头,尽可能地避免在台湾问题上刺激中方。 日本政府,无论在表态方面,还是在实际对台湾方面,都采取了非常慎重的做法,在日本各航空公司对台湾地区称谓的标注问题上,日本的确是顾及到,两中方的感受,采取了稳妥举措。 报道称,虽然姜月春教授并不认为特朗普因素,在中日关系转暖中的决定性作用,但同时表示,无疑,这也起着一定的作用。 这是2012年5月12日,在日本东京雨田机场,拍摄的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,新华市。